宜蘭縣有許多的步道景觀優美走起來也很舒服 只可惜公共設施如廁所啦停車場等等似乎不是那麼的方便 為了提供遊客更舒適又整潔的油氣環境 縣府特別選定了大同鄉的九寮溪以及松羅步道 將會加強公測停車場還有接駁系統等等服務的措施 來作為其他步道的示範 宜蘭縣自然步道服務設施清潔維護自治條例 去年通過縣議會審核之後 縣政府便積極邀及各鄉鎮市公所 以及步道所在地的社區進行延商 希望藉由加強服務設施來提升油氣品質 那這個條例通過之後啊 那這個縣政府這邊也跟公所還有相關的社區 開了多次的會議 那整個會議的結論就是我們從目前位於宜蘭縣的這十條 自然的步道裡面 那麼我們選出了位於大同鄉的兩條 那第一條是九寮溪的一個步道 第二條是松羅步道 那我們想以這兩條步道來作為示範 縣府並且從十條步道中選出大同鄉境內的九寮溪 和松羅步道作為示範點 藉由加強園區內的公測停車場接駁系統等等 服務設施來提升步道整體的旅遊環境 那服務設施包含了公測還有停車場還有接駁系統等等 那在未來的話那也會以這兩條作為示範 來陸續來推動其他的自然步道的整個清潔維護的一個收費 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說 讓這些步道的相關的附屬的設施能夠整潔 然後以提供給遊客一個最好的一個休憩的環境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 XDDb